说起台南古都 可能大部分的民众会立刻联想到赤坎楼 或者是安平古堡这些古籍 不过台南市有在地团体认为 散布在大街小巷的老房子 更能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色 他们最近整理出台南市区 22座再生利用相当成功的老房子 希望让外界看见不同面貌的台南 台南市小西门圆环边的五联洞老建筑 有着日式巴洛克风格的立面 不过百年老错里经营的 却是时尚美容沙龙 像一般的沙龙店那种装潢会 觉得比较紧张 因为像我们的那种窗户 都会有阳光照进来 其实就是还蛮轻松 美容沙龙是三个年轻女生的创业之作 当初租下老房子 是被古色古香的外观所吸引 不过进行内部整修时 可是煞费苦心 因为它有很多格局上的限制 你不能去太过于悄悄打打 因为它有安全上的考虑 兼顾实用和安全 狭窄的楼梯全都翻修 还算稳好的天花板结构不动 只做细部维护 日式的大落地窗决定保留 让户外的阳光绿树成为室内空间的一部分 最后重新刷上黑白色系的油漆 原本老旧的房子竟然变得现代感十足 现在都要很满意吗 现在还算满意啦 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台南历史悠久 老挫很多 这几年复古风新盛 老房子成为时尚 吸引不少艺朗和泡泡进驻 这栋位在西门市场内的谢家老挫 谢宅 甚至聘请七八十岁的老师傅 以传统工法重新修复装潢 现在成为专足给外国游客的民宿 台南在地有民间团体认为 这些再生的老屋 更能代表台南的文化特色 其实台南拥有的不只是这些 官方的古迹 其实很多像是在经营的一些 对老建筑老空间的应用 也是非常值得民众来注意的 古都基金会今年整理出 二十二座老屋再生成功的个案 还发行参观手册 提供民众暗图所记 要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 认识台南 记者人中分层显坤 台南报道